所以妳是自己一個人住台北 對我現在是自己一個人住 因為我聽說就是很多隊友會去人家住 啊誰最常去住 池妹最常住 池妹真的很不要臉 哈哈哈哈你怎麼說他不要臉 池妹真的是我訊息密他喔 妳說他很慢回 他一個禮拜鬼 然後我又再叮咚叮咚他一次 他說 蛤蛤蛤 我在千歲 12月30號我就不說 欸妳要不要來我的尾牙 妳用20萬訂閱這樣子 然後我說奶媽 然後我又31號我又拍手拍手拍手 她說安安 心靈快樂 我回答 回答我 妳到底要不要來 樂天女孩琳達日前 在自己的頻道琳達是零蛋 邀請到FOOBALL ANGELS成員 乃希擔任來賓 其中當乃希提到隊友慈妹 很常去她家住時 琳達忽然開玩笑喊 慈妹真的很不要臉 並提到慈妹不愛回訊息 讓琳達超崩潰 20歲而已 對 5 雙子座 沒有 巨蟹座 然後巨蟹座第一天 所以巨蟹座是比較宅嗎 我覺得算宅耶 就是 如果沒有事的話就是 真的在台北家睡覺 所以妳是自己一個人住台北 對我現在自己一個人住 因為我聽說就是很多隊友會去人家住 啊誰最常去住 慈妹最常住 慈妹真的很不要臉 哈哈哈哈 妳怎麼說他不要臉 慈妹真的是我 書籍密他喔 妳說他很慢回 她一個禮拜回 然後 我就再叮咚叮咚她一次 她說 哈哈哈哈 我在千歲 我12月30號我就不說 欸要不要來我的尾牙 又要20萬訂閱這樣 然後我說來嗎 然後我又31號我又拍手拍手拍手 然後說安安 心靈快樂 回答 回答我 妳到底要不要來 好我就講了 職業就是啦啦隊嘛 然後藝人 教育程度是 明藏大學 對台北校區 在四零業室旁邊那一間 什麼戲啊 是 所以妳會剪輯 我會剪輯 只是就是 我很懶 因為剪輯其實非常累 很累超累的 超累 所以各位姊姊是辛苦的 辛苦了 辛苦了 好我就去問喔 交過幾任男朋友 我交過三任 三任 對 就是最靠近的那一任 五年前 我很爽的 然後 她是妳的國小同學 真的假的 同班嗎 好像是同班 我們好像還同桌過 哪一個 哪一個 我沒有 就是 他真的是我國小同學 是他追我的 結果後來呢 後來被分手 他分手 一個月後 他就說 他不想談戀愛 但我其實後來才知道 他那天 我們分手的那天 他跟我說他要去什麼 幫忙家裡 但他其實是去 找他前律 我真的走出來應該是三年 但是 真的斷聯繫是兩年 後來跟我朋友在一起 跟妳的 沒有在一起 就是已經斷完結了 然後 他後來就是有跟那個女生相處 然後 他女生也有自己來跟我說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就是他也怕妳難過 所以他自己先跟我講 然後我就覺得 沒關係 你們就 幸福就好 然後他們就是交往到現在 我就是看他們這樣 幸幸福 已經好幾年了是不是 然後現在也交往了兩年了 OMG 我同學怎麼會這樣 快點啦 罵他 誒 正 什麼 不能講出名字來 不能講出名字來 沒關係啦 正 為什麼要叫奶昔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參加 他剛出色 學姐的人就說要去一個名字 然後我們大概早上喝了一杯 奶昔 呼吸收的奶昔 就這樣子 就這樣 沒有特別的原因 沒有特別的原因 真的就是叫奶昔 然後一直 道歉蛋 好那有沒有說上次被騷擾的世界 是不是有造成陰影 妳被誰騷擾啊 哦 就是之前那個 12月底的時候 有一個花山展場的活動 然後 因為那個 廠商剛好那時候沒有給我們休息室 我那時候一個人坐在那裡 我的夥伴剛好去上廁所了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就有一個 不是 知道是粉絲還是球衣 然後就走過來就說 摸妳 欸 奶昔這個 NO NO 我要給妳 我欸 好好心喔 我說 謝謝謝謝 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說 啊 那個誰誰誰去哪裡 我說 我不知道耶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子摸我說 那你趕快用 這有點像是 如果他今天是你的長輩的話 你就覺得還可以 就是長輩就是說 欸 你趕快用這樣 對對對 可是他很乖 而且他弄兩次 因為我嚇到 我只是對這種事情 沒有辦法很反應敘述